味儿怎么样 有点酸 这小唐最爱吃醋 我就多放点醋 这豆芽要炒得再嫩一点 再脆一点就更好吃了 稍微活有点过 过了 过已经很不错了 哪个菜是我女儿炒的呀 这菜 都是小唐儿洗的 是吧 经常练练做饭挺好的 你看做饭其实是一种享受 做桌子这么一大桌子菜 多有成就感呢 是不是 我想做来着 他不让我做 你刚才出去买菜的时候 我跟他聊了半天 也都了解了 其实你们两个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主要是我女儿 有点净 妈 你不是说过吗 吃饭的时候别老说话 我不说话 我不说话 但是你撒娇 你也要有撒娇的资本 好 我不说了 不说不说 妈 其实你也别老说小唐儿 其实也怪我 你说这结婚以后吧 公司确实是越来越忙了 我陪的时间特别少 所以说她跟我发脾气有约也正常 我接受 这回行了 您过来了 您就多住几天呗 也能多陪给小唐儿 我还得上班呢 日子还得你们俩人自己过 你们自己相互调整 相互磨合 成家在一起过日子就是相互的 相互体谅 知道吗 陈远 你刚说那话什么意思呀 我 哪句话 你说 让我妈过来多陪陪我 那我嫁给你干什么呀 你这孩子 小唐儿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装口就来 又犯魂了 真是 睡了吗 没睡呢 睡了还接你电话 闺女没事吧 没什么大事 主要是你闺女太任性了 全都是让你惯的 这事也怪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现在就认准了 钻死牛角尖里去了 她就认准这陈远 不如原来对她好了 你哪天回来呀 我再待一天吧 礼拜一回去 你早点睡吧 挂了 好 我也没想到想到 行 艰儿 那我好想她 躺着 什么 应该要干什么 我爱你 还要干什么 你ั intriga 你啊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我说的是那意思吗 那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特别爱吃醋呀 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本来就爱吃醋啊 爱吃酸的 这怎么了 我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不想搭理你 我刚才去买菜那会儿 你跟妈在家都聊什么了 是我告状了 说什么了你俩 你做错事了 那么怕我告你状 那你要做错什么 你就给我承认错误呗 我 我不怕 我什么都没做错啊 那你怕我告你状 我就想知道 你们俩聊什么了那么长时间 我告诉你其实我早就买完菜了 我在那市场绕了好圈呢 我就想让你跟你妈多聊一会儿 聊什么了都 我妈问我 她问我咱俩什么时候要个孩子 不可能 你妈不可能问你这事 不信你去问她呀 我去问问 问 那我明天早上再问 那我问你呗 你说咱俩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呀 我喜欢孩子 我觉得咱到时候还不能要一个 起码要仨 咱俩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要两胎 最好是第一胎是一个 第二胎俩 这仨孩子就好办了 你爸你妈一个 我爸我妈一个 咱俩一个 那咱们什么时候要呢 现在也不能要 咱慢慢来吧 公司上了轨道咱就要好不好 那公司什么时候上正轨啊 我希望明天就上轨道 咱这事不好说呀 你还说什么 睡觉 睡觉 莫 Field hotel اس换 你做什么 还在日子里 做什么 你得这儿干吗 晒太阳 八祇 扶 muchísimo 是 你坐这儿一下交通 说你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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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远 你今天怎么跟我们吃个员工餐呢 你妈没给你做饭 我妈回家给我爸做饭去喽 那行啊 那不正好吗 你不是说这婆媳关系不好处理 对不对 此地不亦久留 这回行了 你们俩能过二人世界呢 是啊 他妈又来了 是吗 那你这回得好好想想 怎么跟岳母出好关系了 我没问题 我告诉你小白 我这个人这么随和 我肯定能出好 对 你肯定没问题 沈远 你觉得你结婚之后 和婚前有什么生活上的变化啊 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觉得 但确实很多事上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啊 你这两个人在一块 就这个彼此的要求 跟原来谈恋爱那会儿就不太一样 就是 就是他对你要求更细致了 更具体了 那肯定啊 你们俩现在结婚了 都得对家庭负责任 肯定不能像谈恋爱时候那样 很正常 其实我呀 有一件事特好奇 我也不太好意思问你啊 就是 你那会儿结婚挺突然的 你当时什么心态 我的这个经历呢 是个反面例子 你千万别学啊 当时就是我父母催得紧 他们就觉得我到这个年纪了 应该 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了 我呢 对自己又没什么想法 所以就冲动了一把 所以我现在就得为我当初的冲动 负责 这件事以后呢 我想明白了 人呢就得尊重 你心里最真实的感觉 不要听别人怎么讲 可是有意思的是吧 你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心里想要什么 想 想做什么 所以呢一句话 人就是命 别胡思乱想 因为一切都已经注定好了 小白 你自己发现没有 你比原来就在老孙那边的时候 这成熟太多了 是吗 你看你刚才说这话 这全是你对婚姻的感悟 你感悟挺深的 有吗 我没什么感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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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小棠 你们俩 没什么要孩子 要孩子 小棠就是个孩子 还要孩子 你们家的房子怎么样 没事了吧 都过去了吧 他还害怕吗 早就没事了 这都多长时间 我都快忘了 那就好 那会儿确实挺邪恶的 天天都不敢睡觉 这就想谈嘛 有的时候也是 你说原来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最了解他的人 后来就有几件事 我发现他有些想法 我 我也挺意外的 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么了解他了 是吗 你说我们俩在一块恋爱 这么长时间啊 就一个目标 就是结婚 那你说现在结婚了 你说结婚了以后的目标 应该是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把生孩子 就当成了结婚之后的目标了吧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啊 这个结婚以后的目标 就是应该是 如何维护好婚姻 这个挺难的 我觉得比谈恋爱难多了 我觉得你这话说得挺有道理的 等我以后再结婚的时候 我跟你好好取取经 你还跟我取 小白 又有目标了 没有 我是说 我是说假如 如果 如果我以后再想结婚的话 我跟你取取经 我哪有目标 人都没找着呢 有什么目标啊 没有 好 喂 您好 通号0156为你服务 今天有什么事啊 我们会尽快发现做事 稍后一下 行 我知道了 好好好 不客气 不客气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是要备注照的心理 好的 感谢 您的订单号码是多少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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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行 不是 张总我听明白了 你也别老这车胡斯家话 老孽这么说 你来不不会跟我绕 我说了 你这货肯定没问题 你就相信我 好不好 陈总 这是新送来的样品 你这样等我 下班以后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我这挺忙的 好不好 我先接个电话 行行行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posicia 好好 好 五分钟 五分钟 好好好 小远呢 妈 怎么了 您说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妈说呀 我有什么事能瞒着您呢 你是不是跟小谭 商量好了要孩子了 要孩子 谁要孩子 你呀 妈 那别人要孩子 我给你打电话干吗呀 我 不可能 我跟小谭没这个计划呀 没打算要孩子呀 你听谁说的 这么大的好事 你不告诉我 人家丈母娘给我打电话 这我们俩这儿 在电话里边聊了半天了都 你这孩子真是的 这不告诉我 妈 妈 妈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 她妈说这个不负责任 肯定这话都传乱了 我们俩没有这个计划 你说这事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不管有什么事 你得先告诉妈 你别打人家丈母娘都知道了 弄得我多被动啊 行行行 妈 你别着急 我也觉得挺被动的 您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这事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就没有这回事啊 妈 我先不跟你说了 好吧 我这就接个电话 我在公司挺忙的 现在 那好吧 你先忙 秦远 你怎么了 什么事啊 别着急 别上火 大热天的 来 吃点水果 我刚洗的 这儿弄得我太被动了 怎么了 什么事被动 公司的事啊 我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你就更不能着急了 我一点都不着急 我着什么急啊 这么年轻 你说咱们公司现在这么忙 哪有工夫考虑这事啊 他们比我还着急 你这弄得我 没事 没事 家里的事 反正父母说什么 你听着就是了 别反驳 他们都是为你好 好 对了 我刚才刚 刚才手机上看了一笑话 觉得挺有意思 我给你讲讲 那说吧 一个记者采访一个领导 然后就问那领导说 听说外界传言 您不识数是吗 然后那个领导特别生气 然后就说 谁说我不识数啊 谁说的 我送给他们 五个字 一派胡言 没听懂啊 不会吧 我这讲的有 有这么冷吗 说完了 说完了 没听懂啊 就说这领导不识数 拿出三个手指头说 送他们五个字 一派胡言 来来来 擦一下 你看你吃的 看你脑子真的是有点懵了 看你脑子真的是有点懵了 是是是有点乱有点乱 有点乱 对不起 哦 你还要你带着 我再带着 limite 最后还以后 你喝了 如果你喝了 它没喝了 你喝了 会不会有点 你喝了 没有 走 走 潘 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今天 行了 先别装了 先别装了 以后咱俩有什么事 能不能先商量商量 怎么了 我什么时候说 咱马上要要孩子了 这事提到日识上了吗 我妈今儿给我来电话了 说我要要孩子 给我说懵了 你没跟你妈打电话呀 是我没说你跟我妈说的 那就是你妈说的呗 你说弄得我多被动 不是 我说 这生了孩子怎么了 至于这么被动吗 现在是你不行 还是我不行啊 是咱俩不能生孩子吗 我不是说咱俩身体 谁不行的问题 之前咱们不是说过这事吗 不是商量过了吗 我说我也喜欢孩子 等公司上了正轨的 咱们生活更好一些 咱们再要孩子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比任何人的孩子差 我不是也心疼你们吗 不想让你再挤地铁 挤公交那么辛苦 这不好吗 那咱们的孩子挤地铁 挤公交怎么了 你希望咱们的孩子以后 每天开着超宝上学放学呀 我没觉得应该这样啊 再说了 以你我现在的条件 咱们买不起奶粉 还是买不起尿布施 我根本就没觉得那些 有钱人家的孩子 把孩子教育得有多好 你根本就没明白 我要说的意思 我就说咱们俩什么事 咱们俩得商量商量 好不好 商量好了再告诉老人 那怎么办 是我让我妈 给你道歉是不是 你看你又跟我较劲 你妈跟我道什么歉哪 不说了 不说了好不好 那我也不想再说了 反正我也不着急生孩子 行行 对对对不着急 万一我要生个孩子 你以后变心了 那孩子是最可怜的 不是 你这说的 叫什么话呀 谁变心了 今儿周几啊 周四 我觉得下周一 跟星宝那单子 都可以定下来了 没什么问题 把合同签了吧 善儿 你干嘛那么急着 从星宝这儿进货呀 那我为什么不从 星宝这儿拿货呢 人家产品质量没问题 和咱们以往进这些货 质量都差不多 价格这么有优势 你说这些 确实也有道理 我都听明白了 但是 我心里也一直不踏实 你说这市场哪儿 那么多便宜 可咱们 不不不不 旁旁 你这想的不对 这不是个占便宜的事 这是机会呀 谁有这个资源 谁没有这个信息 资源 来 你看一下签字 小白 来 来这会儿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你往这儿 怎么了 帮我帮劝劝 劝劝什么 星宝没事 刚才跟我说 急着下周一个 星宝进行过来 陈老师再提醒你一下 咱做这买卖 可应用多少产品 产品质量特别重要 这我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咱是卖什么的 卖给谁的 这跟星宝合作 有什么关系啊 我让我劝劝 公司经验这方面 我肯定是不懂了 但是成本核算 我还是知道一点 那未来咱们如果 跟星宝合作呢 那每个月的利润 肯定会比以前高一大截 这是一定的 小白 我叫你来是帮我劝他 你怎么跟他站一块儿去了 我不是说跟谁站一块儿 成本核算嘛 就是这样的 帕帕 我问你 咱开公司为了什么 你做生意不考虑利润吗 你利润提高了 这是最重要的 行 陈老师 既然你考虑清楚的话 那我再劝你去啊 从星宝拿的第一笔货 你手劲点 那我觉着恰恰相反 我为什么要手劲 我觉得这次要大手笔呢 量要大 人家新榜的老板答应我了啊 如果你要足够大的量的话 人家还能给咱账两个点 两个点 现在咱们这账上有多少钱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今天有几笔款要到账 那这样吧 我给银行打个电话问一下 走走 我跟你一块儿去 好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下班后宁愿在公司加班 也不愿意回家 我下班后宁愿在公司加班 那一天 这个东西还可以做一个妆前乳使用 对 你用了之后你就会有感觉的 那个妆一定会更贴 更湿润 对 我们自己也有用在 对对对 我们自己也有用这个产品 好 那如果你用得好就可以再给我们买 不客气 应该的 你怎么还没下班啊 你怎么还没下班啊 苏小唐啊 这两天我看你一支点加夜班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刚才我查了一下 今天晚上不是你的夜班 是不是我的夜班 我跟同事换的班 不是 原来你不这样 原来一说下班的时候 你跑得可比兔子快 嗖嗖嗖嗖就人不见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事啊 我那么早回去干吗 反正 还不如在这儿多干点呢 没什么事 你别问了 我自己的私事 行了 都几点了 你赶紧下班吧 是 按理来说呢 员工的私事呢 我本来不应该多问 不过如果我的员工 思想上要是有什么波动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他工作 所以说如果方便的话 你就跟我说说 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 没什么不方便的 没什么不方便的 就我们家陈远最近 他工作挺忙的 有特别多的应酬 总是半夜三更才回家 我就想着 我回去干吗呢 这么大房子 就我夜人呆着多不聊呀 所以还不如加个班 还能充实一点呢 其实我老是这么认为的啊 年轻人在创业之初呢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 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呢 不要因为这个 影响了自己的情感 同时呢也 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为对方多想一想 然后好好地沟通一下 好吧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想想 你刚才说的话 以后不是自己的夜班 别再挑班了听见吗 知道了 快回去吧 明天见 明天见 你不敢还能打看 你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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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还没走呢 没走呢 这不是妈今天新到的玩具 我把它装了一下 这是新到的 是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小孩躺到底下 然后练手的握力的 小熊 可爱的 这真是有意思啊 你说咱们小时候 哪玩过这么高级的玩具啊 孙小时候哪有玩具 你玩玩过这个 不许咱们这公司 现在都上市了 那智力肯定开发自己好 你小时候玩什么呀你们 我们女孩能玩什么呀 娃娃呗 我们还过家家 对了 我们小的时候办售票员 卖票 卖票 对 就是自己有一票夹 在公共汽车上 就当自己是售票员 然后上来就说 你去哪儿 然后撕张票 就 我们院里有好多女孩 玩那些都特别没有想象力 你知道我们玩什么吗 你们男孩肯定逃的 我们那会儿啊 到处捡那个血泡瓣 得捡七八十个呢 什么瓣 就是那个吃那个冰棍那个 那个瓣嘛 冰糕棍 对 冰糕棍 捡七八十个到时候能 组装一个枪 拿那个猴鼻筋给勒住 还能绷那个小狮子 我记得那会儿 我们院里有一个小孩叫毛毛 长得特样猩猩 是吗 黑瘦黑瘦的 我给你沾上毛 到动物园里都分不出来 那毛毛可有意思了 我们说他象星 他真把自己当猩猩了 真是快打我 你别说你 你学的真 真的是挺像的 不是 我这也是跟他学 他就这样 我说小星一块来打 我们就拿这个打了 学的可认真的可 可悦就这么 学着星星这么好 你不拿孩儿就比我 对对 你怎么来了 小唐 你好 好久不见了 我看你这么晚还没回来 就想着你肯定在加班 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带个吃的 你 见过啊 对啊 你还请我吃过饭呢 对啊 你们原来吃过饭啊 一块儿 那正好咱就一块儿在这儿吃呗 不用不用 我以后回家吃 没事 你们吃吧 来 来 唐 你们走了 咱一块儿吃呗在这儿 我走了 我去吃吧 我吃到最后 你做这个东西 我吃到这么多了 我吃了 我吃到的 你嫌疼 你不吃的 我吃到最后 你刚才怎么走了啊 咱们仨跟那儿一块吃呗 有什么呀 我看你买了四个汉堡呢 我跟你说话呢 谈 转过来 你干吗走了呢 你干什么呀你 怎么了 你还问我为什么走 你还要不要脸了 不 你这话说太难听 什么要不要脸了 我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 我今晚我都看见了 你怎么了 你看见什么了 我们怎么了 我看见什么了 对啊 你不是大猩猩演得挺好的吗 你给我演一个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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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演大猩猩了 那你演呀 我现在演 我没 我不是说 你你你先坐下 你别生气 我不应该怀疑你吗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你别让我坐下 是是是你坐下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啊 公司来了一批那个产品 很多那玩具都挺高级的 我俩就在这儿研究 这怎么组装啊 包括以后怎么给孩子们演示啊 什么的 这就聊到小时候 大家都玩什么了嘛 他就说女孩玩过家家什么 说还卖票啊什么的 我说你们玩的都没有想象力 我就跟他说我有一发小 叫毛毛 长得特像星星 我就 我就在那儿 就学了几下呗 这深更半夜你不回来陪我 在办公室跟他聊小时候的事 你怎么跟他就那么好呢 你这话说的我就听不明白了 小唐 什么深更半夜 几点就深更半夜啊 不是你现在在想什么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你说我在想什么 你想偏了 你想歪了 你怀疑我吗 你不值得怀疑吗 我不应该怀疑你吗 你怀疑我什么 我正常地跟同事之间沟通 这个玩具 是我学了几下星星就 就怀疑我啊 你刚才在那儿笑得这么开心 你不值得怀疑吗 你什么时候跟我这么笑过了 我笑过 你好好想想你这些天 你都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 你想想你每天回来 你对我是什么嘴脸 你要不然就喝完酒回来 我什么嘴脸 要不然醉醺醺地回来 跪在地上 你倒好啊在办公室 跟你同事聊天 要那么开心 你要我怎么想呀 你什么时候能够跟我聊聊家常 跟我聊聊小时候的故事吗 小唐 小唐 你等会儿 你控制控制情绪好不好 你不觉得你现在这样 有点过分吗 我看着你在跟其他女儿装心情 我不难受啊 我还不能难受了 你装心意 你难受什么呀 小唐 我又不是天天装 你太任性了啊 你真的改个你 你别这样 你你你你 你控制控制好不好 我任性你以前怎么不说 你早干嘛去了 我现在说晚吗 太晚了 我改不了了 为什么晚 咱俩才结婚多少时间 就改不了了 我就是改不了了 要跟你改 行 那你说你让我改什么 是说以后在公司我就不能再笑了吗 还是说你给我规定一个笑的分寸 我笑到什么时候可以 我这个嘴脸到哪个角都可以 这嘴脸到这儿行吗 露几颗牙 是吗 你说 你说个一二三 是吧 我就照着改 我也给你规定一二三 你也改 咱俩一块儿改 行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是什么 你别老说这些虚的 你说点具体的 具体你说出来我就改 咱一块儿 人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你这还没怎么挣着钱呢 你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什么学会了 小汤 你这怎么 好像让你说的什么 都那么严重似的 我是花天九地养小三了吗 调戏妇女了我 我告诉你 今天你来公司五分钟之前 没有五分钟 一分钟之前 我们俩还在说工作的事 我刚学星星 我就刚学两下你就出现了 怎么就这么巧啊 我也纳闷怎么就这么巧呢 我刚学你就看见了 你来干吗 我关心关心你 给你送点吃的不行吗 你想给我送吃的 但是你怎么不问我想吃什么呢 你来公司之前 怎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 确定我在不在公司 我要出去降格户怎么办 你这吃的给谁 是这么回事吗 怎么就这么巧 你是真想来给我送吃的吗 你看着我 是要送吃的吗 就是怀疑我呗 想监视监视我在公司干什么呢 突然出现看我在干吗 对不对 我妈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妈说什么了哟 结婚之前这个男人对你再好 结婚之后也是会变心的 是吗 小汤你要这么说话也有点过分啊 你别蹬鼻子上脸的啊 你干吗 你要说今天这事你吃醋了 你就说 你说我吃醋了 任性发点小脾气没问题 红红你就好了就过去了 没完了这事啊 还把你妈这话都撂出来了 什么男人结婚就变了 我变了吗 你没变吗 我是我觉得我就变得 比原来更努力了 我越来越忙了 我越来越有责任感了 越来越考虑这个家了 不对吗 你别这么说话啊 挺伤人的 还怎么有钱就变 我变坏了 你别这么伤我心行不行 那也是你先伤我的心 你别老揪着这个星星的事不放 好不好 我以后不学了行了 我不演星星了 我向你保证 我上了班就坐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那儿 哪屋都不去了 好了吧 陈远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说的不只是今天这一件事 你有事你就说好不好 你别把所有的事攒到一块 给我个措手不及 我受不了 你有什么事你别憋在心里 你就告诉我呀 我就想让你跟我说明白 你跟白杨到底怎么回事 我从进了屋以后 我一直在跟你解释这个事 对不对 咱屋里屋外地说 说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不信 你不信你让我怎么办 我还能说什么 那你就跟我说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但是你不相信 你还信不信 你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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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事 小唐 行了 不闹了啊 赶紧回屋睡觉吧 你一个人在这屋里不害怕吗 你再不回来我把闻锁上 你回不来了啊 我再问你一遍 你回不回来 你不说要走了啊 你不说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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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要走啊